警察是怎么办事的 要我说 就应该重点搜查 那些跟公爵夫人 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 毕竟项链戴在脖子上 难道她也不能吗 林小姐不当警察 真的是可惜了 萧先生觉得我说的不对吗 对啊 太对了 可林小姐也是 下午的时候 跟公爵夫人 坐在一桌上打的牌吧 你不被列为行义人的话 也说不过去 山正不怕影子鞋 随便搜 林小姐 到你了 谢谢 小姐 你的包 别走了吧 这儿先生 给您 好了 你可以过去 进这边 这边 这 这不就是公爵夫人的项链吗 队长 搜到了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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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项链 这是我的项链 项链 为什么在你包里呢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今天下午 这位小姐和我们夫人 在一个房间里打过拍 刚才在 穿烫的走廊上 还碰过我们的夫人 这么说 你有充分的做案机会了 不是 何叔我为什么要偷她的项链 还这么愚蠢地把它放到包里 懂得你们搜啊 这两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们待会儿回警局 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这个警官 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我有我的人格担保 我的未婚妻 绝对不可能是小偷 未婚妻 你和她是一起的 是 一起带走 凭什么我们又不是犯人 我觉得这个人才可疑吧 从下午开始 就一直在打公爵夫人的主意 刚才跟在我身后 肯定是她把项链放进我包里 栽赃给我的 连小姐 你不要冤枉好人好不好 办案 是要讲证据的 我没有偷项链 我也不是 我 我不是小偷 你 你 你凭什么抓我 我真的不是小偷 是不是小偷 我们自有分析 带牢 是 走 走